曾几何时台偶风靡内地 海峡对岸吹来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纯纯之恋 哪个8090后的青春记忆里没有几部台偶呢 如今20年过去了 那些承包当年爆款偶像剧的男演员们现状如何呢 这里是虾谭玉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初代台偶男主今夕的颜值对比吧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时隔18年当爱你的旋律再次响起 一众80后90后的老粉纷纷表示DNA动了 整体陷入了一波回忆沙 一时间不光王心灵的歌曲被中年男孩们传唱 连带着当年的台湾偶像剧也被顺势翻了出来 什么王子变青蛙公主小妹啦 或者是流行花园微笑趴斯塔啦 多少少女的青春期都曾有过选谁不选谁的迷思 然而随着韩国欧巴们的大局入侵 绝大多数的台偶男偶像都没成为下一代天王 甚至再无生物西装Flop到底 2001年流行花园的横空出世 让F4一炮而红 逢迷亚洲 报纸杂志上通通是他们的海报 女孩们的床头上贴满了他们的照片 耍帅的男孩们口头禅权势 道歉如果有用的话 要进茶干嘛 此后两年 他们举办了19场世界巡回演唱会 场场爆满 更被美国新闻周刊形容为亚洲之光 然而这种现象级的高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2005年之后 四人就开始陆续单飞 单飞后 严成旭无疑是人气最高的那位 前后主演了篮球火 星星的泪光等剧 身价一路暴涨 2011年起 他开始北上捞金 又出演了 我的灿烂人生 恋恋不忘等多部偶像剧 虽然人寿全是清一色的霸总 演技也存在争议 但是他的颜值真的是20年如一日 一点也没变 2021年 严成旭参加了《毗金斩棘》的哥哥 他一出场就把人拉回到了流星花园首播的那一年 20年前 他是帅气冷傲的大一次少年 20年后 他就是一个温柔包容的大哥哥 年龄最小的周渔民 是F4中公认的颜值最高的一个 单飞后 一开始周渔民的星图很是顺利的 和大S搭档拍了偶像剧《战神》 之后也尝试突破自己 参演了《痞子英雄》 《忠烈杨家将》等作品 但一直都不温不火 不过虽然演艺之路没有那么顺利 但他私下里可是非常幸福 娶了娇妻生了女儿 投资理财还赚了不少钱 妥妥的偶像剧照进现实 还没出道的时候 吴建豪是英语老师 爆红又解散后 他跳舞 玩赛车 创立潮牌 还入围过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 既忙着赚钱 又会在闲暇之余享受人生 这样的生活哪个打工人见了 不得留下两行热泪 与以上三位相比 朱小天就显得非常佛系了 解散后 他因为脾气不好 常常和剧组和导演闹矛盾 闹出了不少丑闻 事业上的不顺利 让他突然萌生了进修的想法 于是他参加了成人高考 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入学前为了进心 还去泰国当了两个月和尚 每天吃斋念福 近些年他又玩乐队 打太极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初心 2021年 湖南台的跨年晚会上 酒味露面的许绍阳一曲花香 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了千禧年代 许绍阳25岁的时候 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薰衣草 最终的许绍阳留着日式长发 穿着衬衣皮夹 牛仔喇叭 成为了许多少女心目中的白月光 趁着热度 他又和张绍涵主演了 《海豚湾恋人》 就在事业马上就要支愣起来的时候 他翻车了 2003年 他身陷小三风波 形象一落千丈 后来就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 在后来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 这个昔日的偶像王子 竟然变成了钢铁猛男 岁月没有让他变得有腻 反而赠给了他一身腱子肉 2005年 王子变青蛙像龙卷风一样席转而来 直接打破了流星花园的收视率 明道主演的单俊号 简直就是霸道总裁的天花瓣 大背头黑皮鞋长 风衣谁看了不得迷糊半天 接着单俊号的东风 明道又出演了一系列偶像剧 爱情魔法师 悄悄爱上你等 可惜他在事业的巅峰期 等来了台偶的没落 后来他也和严承逊一样 北上来内地发展 和孙丽 吴军美 贾文丽都合作过 资源还算是不错 2010年 他还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同时他也当起了老板 开了工作室 前两天念出阿瓦达索命咒爱报的徐开成 就是他旗下的艺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6年前恶魔在身边里的贺军祥 他骑着机车呼啸而来 然后摘下头盔露出了 英气的眉眼和不羁的长发 不过刮起帅小子旋风的贺军祥 并没有火多久 他红着红着突然就不见了 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竟然是关于确定儿子在生的迷惑发言 他还表示会与太太继续生 能生几个就生几个 不少网友表示 童年绿剑碎了一地 更是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 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星座 而是蝶妈的智商 提起曾圆畅 可能大多数人第一时间 会想到恶作剧之文里 那个帅气冷酷的高智商天才 毕竟恶作剧之文实在是太经典了 早已深深刻在了90后的DNA里 迟至今日 恶吻CP还是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看了再看 刻了再刻 郑元昌凭借江直树一卷火了之后 尝试过转型 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2021年 他参加了综艺 我是女演员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节目中 郑元昌的操作全程都很迷 挑选学员 全凭借个人喜好 给出的理由 也跟闹着玩似的 后面的表演环节更是拉垮 表情浮夸 目光呆滞 许多观众打呼唤 我将直输 当年在台偶和韩国演情剧 《一统天下》的时候 斗鱼另替习近 一反台偶 以往那种霸总配傻白天的模式 走起了皮虐风 虽然演这部剧时 郭品超已经27岁了 但是 他那俊秀的脸庞 再加上完美的旧头身臂力 扮起高中生来 一点也不违和 遗憾的是 他抽到几巅峰 往后好像一直在走下坡路了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而是努力健身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这几年 他又陆续拍了 《谈判官》 《八青传》 斗铃的五官和 脱衣有肉 传衣显瘦的身材 这样的郭品超 怎么能不爱呢 谁都没法抗拒 一个不老的美少年 凭借一张混血脸 在娱乐圈杀疯了的丽威廉 曾是多少女孩心中的 白马王子 帅气多精又体贴 真的是妥妥从小说中 走出来的帅气公子 丽威廉一出道 就搭档舔心教主 王兴林 拍摄了《天国的嫁衣》 后来 他又和同样是严霸的 林志颖同框 拍摄了《放羊的星星》 两人站在一起 完美诠释了 什么是温暖总裁哥哥 和小狼狗弟弟 2015年 有了女儿之后 他变身全职奶霸 不是在晒娃 就是在晒娃的路上 两一个全职奶霸子 是五尊 谁能想到当年霸道又柔情的 南风景少爷 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推出《飞伦海》之后 无尊也不再演戏 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2014年 无尊带着女儿 参加了蓝牌的一档综艺节目 重回观众视野 不知道是刻意营销 还是真情实感 总之 无尊的这次付出非常成功 他不再是那个青涩的纯情少年 而变成了好爸爸 好丈夫 2020年 他又携妻子 林立盈参加了婚前21天 节目中 他为林立盈补办了一场 迟了16年的婚礼 虽然很浪漫 但是粉丝们掐指一钻 这时间线不对啊 这位当年已经结婚生子的人妇 idol 在营业时期 竟然一直鼓吹单身人设 炒cp 假想自己结婚 只能说无尊 真不愧是娱乐圈 首口如瓶第一人 再来说说 曾经的千年老二 软惊天 他的演艺生涯 可谓是一条 起伏很大的心电图 养了好几年男儿 一直不温不火 终于晋升到男一之后 主演了命中注定 我爱你 然后爆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软惊天会成为 台湾的未来之光时 他又连续几部电影扑该 成了负面新闻的常客 再加上花边新闻 骂天飞 形象一落千丈 就在这昙花一现的档口 他竟然又靠着 在真人秀中的呆萌表现 翻身了 之后他又和杨幂合作了扶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同样靠综艺翻红的 还有陈柏林 细数下来虽然大人格 陈柏林的作品还算不少 鳄鱼与牙千鸟 见爱男女 我可能不会爱你等 但是感觉这些 都没有他的综艺圈份 花儿与少年中的陈柏林 都是运动好手 竟能一人一狗 美成文艺电影 英语说得好 又有团队担当 还特别自然不造作 这不我的理想男友吗 最后再来说说张栋梁 5月份托王七明的福 张栋梁在热搜糖了好几天 网友们恍如隔世惊呼道 原来张栋梁没退圈啊 微笑趴死他之后 因为身体的原因 张栋梁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正是因为 这次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让张栋梁换了一种活法 他还在演戏 还在出新歌 但是不会刻意追赶进度了 他现在更多的是走走停停 不光彩夺目 但是足够安然自如 无论如何 这些记忆中的男神们 经过岁月的洗礼 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的过上到 岁月静好的生活 有的在努力成为不败的前浪 虾米江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 初代台偶男主的现状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